各位在场的朋友和线上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那今天呢 由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应对网络成瘾 首先可能在座的我们 大家都是北京大学 我们是不是由于北京大学附属医院 可能比较了解 那我也给线上的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我们是一个专门的精神卫生医院 它不是中和医院 连续十年在精神科业界已经排名第一 在这里我列一下我们医院的网址 包括预约括号的一些信息 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 就是预约 因为现在都是预约括号嘛 可以在网上预约括号 我们有电话预约 也有自负宝预约 那我个人呢 就是一名精神科医生 也是我们应该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但现在重业已经二十多年了 然后我个人的临床专长 主要是看情绪障碍 焦虑医 然后进食障碍 我想如果大家是老师 可能也知道很多学生 减肥 要么厌食症 要么贪食症 是吧 还有呢就是网络成瘾 然后我本人也接受过心理治疗的培训 那现在为什么 这么关注网络成瘾 首先呢就是发生率越来越高 另外呢就是主要发生于青少年 这一阶段很关键 他们在身体在成长 心理在成长 另外也要完成学业 但是呢由于这个沉迷网络 学业下降 中断 有的人修学 辍学 是吧 还有的人就可能耽误一生 还有一些恶性事件 大家可能知道 包括猝死的 或者可能发生一些冲突的 另外呢就是网络成瘾 界定不清楚 就是界定很不清楚 大家现在人手一击 每个人天天都在看手机 那什么叫网络成瘾 所以中间大家要留意 关于网络成瘾的话题的时候 可能知道 就是曾经一旦推出一个网络成瘾 很多人就说 我每天我就是网络成瘾了 我就是精神病了 然后我就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了 是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界定很不清楚 然后呢也是不知道如何面对 如何预防 那我今天谈的内容呢 就是首先要介绍一下 我们网络使用的现状 很多家长说 哎呀这个网络是个坏东西 但是实际上就像 我想之前 我们原来用那个煤油灯 现在电 我们电已经深入千家万户 将来网络肯定是 也是深入千家万户的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 我们网络使用现状 我们到底一样 怎样一个心态来 迎接网络 第二个呢就是网瘾的界定 第三个呢是病因 第四个是关于它的干预 首先呢 了解网络使用现状 国内我们是一直 中国有个互联网使用调查 这个是每半年 是有一个数据的 那我这个数据是到了 19年 6月份 去年 一年前的数据了 但是我们也去看 它每 就不断地和之前的数据比 我国网民规模 是不断地在扩大的 我们现在已经 在去年6月份 已经达到了8.54个亿 互联网普及率 61.2% 咱们中国要说 14营口 这个比例应该很高 因为我们 假如排除一些 真的偏远的地方的话 实际上这个 现在这个普及率 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几年 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手机上网 原来可能台式机 后来是平板 什么笔记本 但现在是手机上网 手机上网的网民 它也是发现 规模是不断扩大的 就是所有的上网网民中 手机上网比例 提升至99.1% 大家也可能有经验 原来可能用台式机 用笔记本 现在大家更习惯地 用手机来操作 然后呢 就是网民的年龄结构 这个年龄结构呢 整体也是有些变化的 尤其最开始的数据 是集中于青少年 目前呢 还是以10到39岁群体为主 占整体的65.1% 其从呢 20到29岁年龄段的 网民占比率率最高的 但也会发现 说现在呢 往年龄大的一部分人群 在增长 可能大家也会有经验 说我的父母可能六七十岁了 他们也开始玩手机了 还有一个其实 还有个趋势是低龄化 有的现在一些 不仅是父母用手机哄孩子 还有现在一些幼教 那些一些程序 也是用手机的 所以这个网民实际上是 再向两头再扩展 所以呢 就是网络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 越来越普及 而是给我们带来 很多的便利 这个东西 我们是拒绝不了的 实际上就是 它是一个双刃键 有好的东西 可能有些不好的 我们必须一些 综合去了解 随着这普及呢 这网络成瘾的问题 也会越来越严重 其中呢 尤其青少年人群 它心里发育不成熟 判断力 制空力等均不足 是最终一出现 网络成瘾的群体 网络很便利 它有很多的程序 在这里呢 可能混搭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青少年是易感人群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既然我们不能把网络 再推出去 那我们对于 因为网络而带来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进行一个界定 实际上网络使用人群呢 它一般划分为四部分 第一类呢 就是健康使用者 大家就是 无论是工作原因呢 还是 所以有时遇乐 但是大家是健康使用的 第二类呢 是高危人群 它专门列了一个高危人群 就是青少年 其中尤其是个人性格 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孩子 第三类呢 是网络使用障碍 或者就是我们说 网络沉迷的这些孩子 这些人 其实现在这个 也不仅仅是孩子了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尤其前一段时间 疫情期间 很多人会说 没什么事 我就盯着网络看 然后呢 它主要表现是 上网时间很长 但还能够控制 使用的极限度 比方说 它还是能去参加考试 去上学 但是使用时间比较长 第四类呢 才是网络沉迷的 所以大家要看 其实我们一会儿有个数据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假如大家看到问题的 不一定都是网络沉迷 更多的可能是网络沉迷 或者使用障碍 就像大家都喝酒 可能有人酗酒 酗酒的人 不一定都是酒也 是吧 那说是这个沉迷的 概念我们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我们一般最开始的 沉迷的概念是 指物质沉迷 可能就是说 最了解的是毒品 是吧 包括有的人说 现在不敢吃一些药 说担心你们精神科的药 是不是会沉迷 都认为像安定一样 沉迷是吧 其实上现在也会发现 沉迷不仅仅是 跟这个物质有关 就是一些行为 它也会存在这种 沉迷的问题 比方说网络 使用 赌博 现在最近赌博也很多 赌博沉迷的也很多 还有购物沉迷 刚刚双十一过去 其实有很多人 到底有多少是需求 还是只是出于一种 冲动去购物 还有就是包括饮食沉迷 所以呢就是 现在沉迷的概念 已经推得比较广了 那我们看网瘾 我们看看网瘾 我们关注的 可能很多是游戏沉迷 但是网瘾 其实不仅仅是游戏沉迷 最主要的是游戏沉迷 这也是我们讲的重点 包括很多问题 最突出的 但还有其实还有别的 比方说有关系沉迷 有的人沉迷于在网络上 建立一些关系 比方说夫妻啊 或者什么样的 其实不是真实 现实中也有夫妻 在网络上可能也有这种 沉迷在这里 不能自拔 还有有的人是一种 社情沉迷 是吧 惯顾这种 性聊天室啊 这样的 还有就是信息沉迷 信息沉迷就是 收集网络上一些信息 尤其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去上网上 会发现这个海洋太深了 你看到这条 还有那条 就是有的人就把它收集起来 还有就是网络交易成员 在这里呢 就是比方说购物啊 赌博啊都放在这 然后第六个呢 就混合成员 其实这个已经不完全能涵盖了 现在因为 网络能提供的内容太多了 其实不完全这样 我刚才说 比方说有的人 不断地刷着各种视频 是吧 还有的 现在有一些直播室 有的很年轻的孩子 就到那个直播室 去不断地每天去看 然后刷钱 对吧 这也是个问题 还有一些人 就是用网络 看一些玄幻的东西 玄幻小说 然后也是不能自拔的 所以就是 其实网瘾的表现 它的类型还是挺多的 那我们 其实精神科一直想干预这件事 但是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障碍 包括这些名称啊 都不断地在变 以前网络成员 后来叫病理性上网 包括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阻拦的 现在呢 能够稍微明确的 就是叫游戏障碍 就是才被纳入精神科的诊断标准 所以我刚才说这什么意思 我们说叫网络成员 其实我们都不能说它是 不能说它是精神疾病 因为你精神科里没有这个诊断标准 你像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 我没有诊断标准 我们可以治 你网络成员这个问题 现在精神科 你没有这个诊断标准 你还不好干预 大家其实 但是实际上又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有问题 然后呢 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权衡中呢 把游戏障碍单独列出来 就是ICD-11 这是我们疾病的一个分类的标准 它是将游戏障碍 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 纳入的标准是为什么呀 因为一旦纳入 好多人说你要干嘛 你要对我干嘛 其实目的是一样 卫生专业人员在被患者看病的时候 更加重视该障碍 什么东西你不给它归类 其实你是没法关于它的 是吧 以及有望引发更多关于 预防和治疗该种障碍的最佳方法 目前发布的还是预览版 然后是已经批准了 但实际上这个还没有广泛推广 包括国内还没有用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看一些 网络成瘾的孩子 其实我们只是算范地 给他诊断一个青少年情绪行为障碍 还不能给他扣成什么游戏障碍呀 或者什么网络成瘾这个名称 那我们看看就是国际上发布的这个网络 就游戏障碍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 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如何界定 那游戏障碍呢 它主要分为这四个方面 首先就是从描述上 因为我们精神科都是一些症状学 描述性的标准 那就是说首先它要表现为 对游戏行为的控制力减弱 无论是频度啊时间啊 它都控制不住 第二条呢 就玩游戏的优先级 高于日常生活和其他正常的兴趣爱好 就是因为这 他可能不能干 不能学习 不参加人际交往 不做别的事 第三方面呢 尽管出现了负面后果 比方说他已经学习成绩下降 甚至休学啊甚至家庭关系恶化 应继续游戏 他对个人 家庭社会教育工作和其他重要领域造成了 严重危害 另外还有个我们 还有个时间啊 你刚刚你说最近啊 最近疫情期间 我玩了一个一两天啊 或者玩了一两个月 这都不算 我们要下一个诊断 一定是这种行为模式 需要持续至少12个月啊 所以他是从症状上 从严重程度上 从时间上是有一个标定的 刚才这个诊断标准呢 其实是给专业医生准备的 下这个诊断必须由精神科医生来做 就像你下抑郁症诊断 大家都有抑郁情绪 但不能给自己下抑郁症 下抑郁症一定要由精神科医生来做 那平常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说啊 我们大概给他 比方说抑郁情绪 你可以去做个量表 你怀疑自己可能有抑郁症 那网络成瘾呢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问卷 在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卷 就是如果非专业人员 可以拿他做参考 这里总共有八个条目 第一条呢 就是我会全神贯注 于网上的一些活动 并且在下网后 念念不忘 然后第二个呢 我觉得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在线上才能得到满足 第三个呢 我曾努力过多次想控制 或停止使用网络 但没有成功 第五个 当我企图减少或者停止使用 我会觉得很沮丧 性情低落 或者脾气容易暴躁 第五个就是 我花费在网络的时间 比原先意图的还要长 第六个 我会为了上网而甘愿冒 重要的人际关系 工作教育和工作机会 受损的危险 第七个就是 我承向家人朋友 或者他人说谎 以隐瞒我 涉入网络的状态 第八个 他就说 我上网是为了逃避问题 或者试着释放一些感觉 诸如无助啊 罪恶感啊 焦虑或者沮丧 所以这八条呢 大家可以看 他就是 像大家评其他一些量表一样 就是他写的会比较细 谁读都能读得明白 不像那个诊断标准 他就是大条 但更多的是要精神科区 医生去衡量 这个样 这个网引诊断问卷呢 他一般是 他的标准就是八分之五 就可以大概判断为网引 这是就供非专人员 就是大家在临床上可以去 就是在平常 可以去参考的 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问卷 我会觉得 让这个网引诊断问卷比较简单 那网引大概的有流行病学是多少 目前因为网引没有明确的界定 一般界定的都是用 也是像刚才那个问卷调查 国内呢 是有人做过一些研究 各种各样的问卷 然后有人会把所有的研究 做一个汇吹分析 所有的研究做个汇吹分析 这个数据呢 最后就是说调查这个 这个中学生 就是中学生人群 他认为是网引诚引率 6.9%大 10.8% 然后一般男性大于女性 像我一般的感觉就是 青少年中可能大概10% 这个数据就好记一点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了 网引的一个界定 它的大概的一个比例 其实我们也是更关心 这个怎么产生的 大家都在玩网 为什么有的人就网引 或者有的孩子原来还挺好的 为什么现在出现网络使用的问题 那我们探讨一下这部分 并音呢要从 也是多种的 那我今天给大家介绍 主要是从网络本身的吸引力 另外一个 玩网的这个个人 他个体的一些因素 第三个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因素 让大家对网络 怎么样达到一个成瘾的问题 有个了解 首先网络的使用力 大家都在玩 但你们有没有考虑 网络为什么 包括现在 为什么对我们有那么强的吸引力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 他总结了一个ACE模型 首先匿名性 第二个是便利性 第三个逃避现实性 匿名性 匿名性 首先呢 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呢 可以上网者在与他人交流中 更加自信 并且更能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对于那些内向 害羞的或者内向的人 特别重要 其次呢 就是网络使用者 在网上可以呈现出 于现实生活中 差异很大的人格特征 另外就是 匿名性呢 就是可以让上网者 在网上寻求各种性刺激 而这些性方面的图片 或者电影 被传统文化所排斥 所以其实就是说 他可以逃避责任 不用负责任 另外一个就是 可以把自己美化一下 包括大家看朋友圈 也会看到 有的人经常 显示一些比较特别好的一些内容 但现实中是什么样 也不好说 所以这是匿名性 有的人在 线下是一个非常内向胆小的 但线上他可能在游戏中呢 他可能是一个霸主 是个领导者 所以差别还是挺大的 第二个呢 就是便利性 所以为什么现在 手机问题会更突出 你随身带个笔记本 可能不方便 但你随手带手机 是很方便的 那互联网呢 出现了 其实就是 跟我们带来很多方便 但也让我们用它 解决生活中 学习上一支 工作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它可能帮我们 解决我们的情绪问题 解决我们的一些烦恼 所以就是 因为它太便利了 我们可以随手打开一个游戏 随手点开一个 什么购物的连接 所以现在就是 手机上网 成瘾就是更不容忽视了 因为手机上瘾呢 具有更广泛性和隐蔽性 对人的生理心理危害更大 所以有一些家长说 孩子经常躲在被窝里 看手机 所以那个你就知道 这眼睛啊身体 得伤害有多大 然后因为手机上网的问题 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名词 低头毒啊 母子控啊 手机控 微博控 微信控 做手挡是吧 所以就是这个太便利了 非常便利 就是我们可以拿它 随手解决我们很多问题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网络的逃避性 当我们遇到了工作 学习生活或情感方面的挫折 苦恼压抑或者打击的时候 用户可以通过上网 寻求安慰和刺激 网络为使用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呢 用户可以从现实中的不顺逃离出来 这种逃离机制呢 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使用者 克服消极的障碍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有时候其实特别累的时候 其实你是想看手机的 看手机干嘛呀 它把你隔离开了 其实不仅给你 把你和现实隔离开了 把你和自己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也隔离开了 它暂时 它是把这个东西给隔离了 所以你感觉不到 但你不玩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更累 是吧 所以它是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环境 因为虚拟环境很舒服 所以在现实中 我就更不愿意接触现实了 除了这三个 匿名性 便利性和逃避性以外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 就关于游戏这方面 因为将玩游戏 作为主要上网目的 是王尹青少年的重要特征 这两条线呢 一个是 灰色的是非王尹少年 黄色的是王尹 它是比较你的玩上网的目的 上网的目的 看灰色的线 它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聊天交友 看动漫等等 学习等 就是你的目的越分散越好 你用网络 各种各样的目的可以 越分散越好 但是青少年 王尹的患者 他只用它 他更多的用它是玩游戏 那我们看看网络游戏 为什么吸引人 网络游戏它本身是 大家可能有玩过 这些都知道 随进随出 高度逼真 梦幻神秘 互动对抗 攻击满足 另外它有一些 沟通平台的设置 其实它吸引了很多青少年的好奇心 因为他们这时候好奇 也喜欢一些很漂亮的东西 有那声光电的刺激 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现实中朋友比较少 在那种网络游戏中 它其实有一些 沟通平台的 也可以找到一些归属感 这都是一些游戏 各种各样的 就是看一看 就是很漂亮 很吸引人 另外关于我们只看到的这些 其实在游戏设计中 它还有很多心理学的 一些东西在里头 这里讲一个 就是斯金纳香 这是类似巴格洛夫 那个狗的 类似的那样的一个实验 这里是把一个老鼠 放在一个箱子里 然后呢 这个箱子边上 有一个按拉杆 它一拉呢 它这个食物会掉下来 如果你给它 固定的一个规律 说你按第几下 就会掉一个食物 这个老鼠是没有兴趣的 如果你把这个奖励 改为随机掉落 有时候你可能给它 有时候你可能不给它 那这老鼠就变得疯狂了 它会不断地拉杆 以获得可能的奖励 哪怕你会来把奖励调低到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老鼠的热情也不减 而同时在按压的时候 因为它不可控嘛 比较随机 这个小白鼠也发展出一套 非求和欧皇的理论 这就是那个 点倍或点好 运气好 运气不好运气好 这样的一套理论 它可能会说 我是不是这样做就好一点 那样做就不好一点 用这种迷信的方法 就可以提高获得奖励的可能性 所以这种都其实是一个 从动物本能上就会有这样 我们说小老鼠这样 其实我们也有这些东西 那些 那这个游戏设计呢 它其实加了很多 这种心理学的东西在里头 那些最令人上瘾的游戏 往往在游戏的每个角落 都设计了奖励程序 那就像市面八方都安装了斯金纳箱 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游戏的任何一个时间段 玩家都可能获得奖励 因为他用这些来勾引你 所以越玩越想玩 所以这个游戏 包括真的有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是被设计了 另外呢 就是我们鼓励 其实游戏是不可或缺的 实际上是鼓励游戏的 但是 网络游戏和传统游戏 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传统游戏实际上大家一起玩 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些 各种躲迷藏 桌迷藏等等的游戏 但网络游戏呢 它有它的特殊性 它是突破了时空的界限 因为网络游戏道德感相对缺失 网络游戏缺乏有效的监督 网络游戏关注游戏的技能 网络游戏可以无休无止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团体游戏中 我们可以断断这种团结精神啊 合作精神啊 或者守时啊 有个时间概念 但传统游戏并没有给我们这些东西 实际上科文让我们觉得 好像现实更不好玩 而网络游戏可能更好玩 因为它可以谁进谁出嘛 而且比较简单 我谁 谁 谁本领最高 谁技能最强 谁就是老大 现实中你可能你这个人不仅仅要本领高 你可能还要团结学作者精神 所以刚才就是说 从网络本身这个吸引力 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 它是有它的 有它的特点 导致我们容易依赖它 下面呢 我们谈谈个体因素 就是网络成因者 它个体有哪些因素 首先呢 我会从生物学上看 其实我们很多病 都知道 它是实际上是 它有的 它的遗传易感性的 很多病实际上是基因 和环境消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这种基因可能来自于 家庭的一些遗传 那精神疾病也是这样 首先遗传因素 其实行为成因 也有家族聚集性的现象 而且就说这种 并不是因为它们同样一个环境 是排除这种 共享环境因素以外 它是有遗传的 遗传的一般不是遗传一个病 它是遗传一个易感性 那在某个契机下 那就可能 它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第二个呢 关于生物学因素呢 我要谈谈这个 这个年龄段 就青少年 一般也就十岁 到二十岁期间 这时候呢 也是大家 注意挠头的青春期 那为什么青春期 让大家这么多的困惑呢 也是跟这段时间 大脑发育是有关系的 大脑发育呢 我们管控制力的是 鹅叶皮脂 在这段时间呢 还没有发育好 那跟情绪有关的 这个边缘系统 却非常活跃 所以要一般的 情感输入 感觉输入 如果它在 这种边缘系统 就是性人和 有产生反应 但是 鹅叶皮脂 它会有一个空子 然后它就产生 一个很均衡的反应 但青少年 因为它的大脑发育 还不成熟 它的情绪反应很强烈 它大脑还不能控制 所以它们就会有 很多很多的情绪反应 这也是说 这个青少年 这个阶段 它们的很多的一些问题 跟它特殊阶段的 这种大脑发育有关系 这里有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哥们 我的鹅叶皮脂去哪了 大家可以对 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 它们的一些问题 有更多的一些把握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青春期呢 激素分泌 它还是不稳定的 它也会影响 情绪和认知 比方男孩子的狗丸酮啊 可以让这个鹅叶皮脂 这个控制能力更差 实际数呢 这种我们女性 有时候这种 月经期前后 也会让我影响 我们的情绪和认知 所以我们的情绪和认知 真的不完全 由我们的毅力来控制 实际上受我们的 生物学因素影响很大 我们谈了前面那个 生物学的因素 让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说 你要去控制控制 这个也不行的 它有特殊的一个 生物学的基础 那我们再从性格角度去看 网野孩子呢 他们比较多存在一些 比较内向 敏感 高焦虑 消极被动的这种性格特点 他们有这样 不成熟的一些性格特点呢 可能对外界会有 很多的负性认知 包括负性的反应 比如说他就会说 觉得外界比较排斥我 我对外界呢 成就感差 然后呢 他们情绪就不好 不好了 我们刚才说了 网络会干什么 会给他一些逃避 会给他一些缓解 所以他就容易出现 网络成因 所以就理解一下这种 不成熟的性格 导致网络成因 那怎么就导致呢 为什么会导致呢 那我们可以去理解 他们的话 就是说 从需求角度 去理解网络成因 这个是马斯洛的 需求层次理论 我们有一般作为人 你的需要要分为五级 首先呢 生理需要 我们要有食物啊 水啊 空气 然后在这基础上 我们有安全的需要 然后在下面呢 有这种归属的需要 我归属一个团队 有尊重的需要 再往上呢 就是我实现的需要 这由下到上 越往上越高级 但最下面也是个基础 我们要是生活在一个战乱年代 那上面能吃饱穿暖都不错 上面也不考虑的 那现在大家条件好了 底下啊 生理需要得到满足 那我们就更往上 有更高的一些要求了 那么都是这样 每个人 包括大家现在 学习啊 当老师啊 等等 都其实是有一些尊重啊 自我实现的需要的 那网络呢 它其实是给你 给人能够满足这些东西 我们说生理需要 包括性 在网络中呢 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些满足 另外呢 就是归属和爱的需要 现实中呢 它可能在团队中被孤立 或者不被关注 或者被父母排斥 但是在网络中 它可以找到归属和爱 然后呢 尊重的需要 它可能打得很 说的说话 说话说得很好 或者打游戏打得很棒 所以它是最棒的 另外呢 自我实现的需要 所以它终于攻克了一个堡垒 所以网络成瘾 为什么这些孩子 进到那里头 它实际上是 自我需要的一个替代 现实中 它得不到这些东西 或者不容易得到 那另外一个 就是象征性的自我实现 象征性的自我实现 我在网络中 是象征性的自我实现 然后再谈谈这个阶段 青少年这个阶段 他们的心理任务 其实是获得一个 自我认同 我们都知道 只是好像他们在发育 但实际上还有一个 包括 就是 青少年是 自我认同高度发展的时期 自我认同是 关于个体是谁 个体的价值 和个体的理想 是什么的 一种稳定的认识 人有的时候 这一生 其实就在探究 我是谁 我能干什么 我是怎样的 青春期的困惑 大多数原因 青少年对于自己是谁 和他们想成为谁的 一些角色的混乱 所以他需要 凭借外在的东西 来确定自己的角色 有的时候 甚至过于依赖别人 或者依赖一些比较 可衡量的东西 比方说有的人 依赖于成绩 依赖于外貌 依赖于体重 那网络成癮 实际上就是在现实中 他认同缺失的一个后果 他不知道他是谁 他不知道他能干什么 那青少年 他实际上 我们说他特别急迫地 想找到一个自我认同 他又不知道怎么找 然后他就在网络中 就获得了 网络游戏等级胜率 等是玩家的认同标准 网络游戏中 无论是他人的认同 还自我的认同 而且比较单一 玩家会容易获得认同体验 在网上 他们以理想的自我出现 把自己设计成 理想的样子 在网里 隐藏现实中 自己的过失和缺陷 按照自己所希望的形象 与网友交流互动 达到理想自我的境界 其实这个理想自我是个虚假的自我 所以他为什么作远出来 因为现实中他自我可能很脆弱 很多的负性的东西 我们心理学正常要是谈 说一个人明明有问题 他为什么不痛苦 他是因为用了一个心理防御机制 网络成员者大家都觉得是问题 看着他还挺高兴的 还乐此不疲 那为什么呢 他用了一些心理的防御机制 他常用的心理防御机制 第一个是逃避 就是现实生活一团招 学习不好 人际关系不好 父母都不满意 只有网络能让我高兴的 我就逃在这里了 我就躲在这里了 另外第二个呢 是补偿 用自己网络上的成就 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 大家有没有这个心理 我这方面不行我补 那网络成员的孩子 他就是说我其他方面不行 我现实中成绩不好 谁都说我不好 但我还有这个需要是吧 那我就在网络上成就 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 还有个退化 他就是网络好像一个 就是我们说心理学 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 他享受一个做孩子的感觉 可以完全没有责任心 另外一致 就现实中呢 受人欺负不能合理宣泄 我在网络中呢 通过厮杀来泄愤 幻想 他幻想自己会成为 网络游戏高手 还有就转移 在网络上释放来自 学校和家庭的重重压力 所以大家通过这也就知道 他们为什么 大家都觉得问题是问题 你说他劝他 他不出来 是因为他在这里 有他的心理防御机制 有他会议的地方 所以对个体来说呢 我们要理解 网络成瘾呢 是自我需要的一个替代 我们说那马斯洛的 五乘四需求理论 他是通过这种网络 实现了自我需要 网络成瘾是 象征性的自我实现 网络成瘾是 他现实中 他自我认同缺失的 一个后果 另外网络成瘾实际上是 这些人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 所以大家通过刚才的介绍 我从各方面 大家可能对网络成瘾 他到底为什么固守 他这种状态 他怎么进入这个状态 有一些理解 下面呢我谈谈家庭因素 家庭是培养孩子 人格最完善最主要的地方 而且影响是 他这是最早最持久 影响最大的 但网络青少年呢 他调查显示呢 他们一般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就是父母在孕期特别焦虑 然后一到三岁期间和父母 有半年以上的分离 两到三岁期间 没有建立满足感的延迟 六岁以后普遍缺乏父爱 这个父爱呢 也不完全是单亲啊 说父亲父母离婚 还有的就是 就是父亲不在场 比方说父亲忙于工作 或者父亲爱愤怒 或者我们现在说 有些爸爸比较一来顺受 然后还有就是 父子母子之间 有效沟通时间 每周小于一个小时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些 有时候我们说孩子小 父母不用胎摘疫 管好他吃 管好他喝就行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心里发育充一打 甚至现在有说法 其实在胎儿期间 他的心理就在产生影响 网络成瘾 这个家庭中呢 影响特别大的 比较突出的 就是一个父亲功能缺失 那我们去看看 父亲和母亲 他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谈的这里呢 不一定是人 它是一个功能 它是功能 有的人很 有的比方说 有的单亲家庭 比方母亲 他能力比较好 或者他心理状态比较好 他既能承担母亲的功能 也能承担父亲的功能 这是可以的 那母亲的功能呢 就是我们从小 照顾孩子 他是给一个安全感 就像我们那股城市 需求理论 他给下面那个 给一个安全感 那父亲的形象呢 他其实代表着 规则 自续勇气和力量 孩子自控力 勇敢品质 责任意识的形成 和父亲的作用 有很大的关系 网引成因者 不是说有 尤其男孩子 很多其实就是 父亲功能缺失 会觉得这个孩子 到一定时候 他可能还像小时候一样 他被呵护 被照顾 被逃避 不承担责任 这时候其实 他那个父亲的 那个功能是不足的 所以没有给孩子 有培养这种 勇气啊 力量啊 自控啊 你要追求规则呀 这个是不够的 我们再谈谈 亲子关系 比如说那个 其实家庭 对孩子的影响 在很早的时候 就出来了 何况孩子出现问题 你要追根树源 其实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开始有了 就像一棵树 它歪了 它不是说突然歪的 它其实你要 顺着这个姿慢去看 在比较早的时候 就开始弯了 那四种亲子关系 它对孩子 自我意识的影响 我们说自我认同 对人很重要 那这种四种 亲子关系的影响 首先第一种呢 就是共振互动型 照顾者呢 是以婴儿的感受为中心 与婴儿共振 给予积极的回应和关注 这样的孩子呢 比较容易和周围人产生共鸣 具有良好的同理心 存在感十足 就是他被关注 被看到 他反过来也会可以去关注别人 关照别人 第二个呢 就是以母亲为中心型 这也不仅母亲 就是以照顾者 婴儿要按照顾者的预期来活应 这就是假自我 形成的基础 自我的感受被忽视 从而主动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 学会一套方法 应对照顾者 建立了一个没有自我的关系 这样的孩子 成人之后 可能有良好的社会功能 貌似完整的自我 但核心依然空虚 所以就是有些人 有些孩子 可能学习很好 但是他被他父母要求的 这些人说 我学习就是为了我父母 尤其说上到大学以后 我们现在有个病 就是这些孩子有点 找不到怎么办了 就觉得心里发空 就是那些比较乖的孩子 很多有些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个说法 就是说不要那么要求 那些孩子那么乖 那么乖的孩子 他自我可能是不足的 下面一个就是无关反应型 孩子经常得到照顾者的 无关反应 甚至是漠然无反应 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习物感 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 他自我就资历破碎了 存在 这就是会有一些存在性焦虑 这种的就是 孩子怎么反应 哭啊笑啊 都没有什么得到及时的反应 所以这个孩子的自我 早期那个自我 就没有扎不下来根 到青春期的时候 他要自我认同发展的时候 就比较困难 还有就是第四类 就是情感逆转型 照顾者 似乎专门和孩子的真实感受过不去 总是引不住要逆转孩子的情感 比如孩子表达自己的悲伤 父母会列举出自己为孩子所付出的牺牲 你说你应该高兴 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这类的话 就让这个孩子觉得非常矛盾 他明明想哭 然后他妈妈让他想笑 是吧 大家可以想象到 就是说这种 除了前面的共争互动型以外 其他几种 其实让这个孩子的自我 都很难充分发展 是吧 尤其到青春期 这问题会比较多 所以家庭教育影响还是挺大的 家庭教育影响是导致青少年 出现一些人格的问题 他们有低自尊 高抑郁 强迫 缺乏成就感 归属感和主宰感 然后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 当他离开家庭 迈向社会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他的抗托者能力 社交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 自负能力 都会出现问题 而出现问题以后 他很容易就躲到网络成眼中 所以家庭问题 本身会导致青少年 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聚而导致网络成眼 有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有的孩子 大家都在玩 但是家庭本身 对孩子玩的时候 你的那个态度 其实反倒让 这个网络成眼 会固化下来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家长 因为孩子玩手机 崩溃的 然后就盯着看 他自己就说 因为你 我就 这状态不好 你就必须 停玩手机 结果他这么越逼 怎么说 那个孩子怎么的 反而躲在网络中的 你越逼 他就 就像你掏一个什么东西的 这个东西反而退回去了 越逼 这孩子就躲在网络中了 就是有的时候 这种出现问题以后 你对待问题的态度 反而强化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在这之前的介绍 就是说 我们经常 无论是家庭 包括我们在座 可能是老师啊 或者什么 我们可能只看到 网络成眼 这个问题 或者看到 一定的幼稚定期事件 不是说上学不适应 然后导致网络成眼 最后等等 是这样的问题 但实际上 这只是一部分 只是我们看到一部分 你要只看到这一部分 你就会觉得 哦 怎么办 我怎么说 都推不动啊 那是因为 背后还有一个 更多的一个问题 我们从生物学上 它有它的易感性 它有它的易感数字 包括它的家庭教育 它的个人经历 它的性格等等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只见树叶 不见森林 那你这个问题 就是很难解决 所以我们看来 这些孩子啊 包括家长看 也不要只盯着这问题 你可能要整个去回溯孩子 是怎么了 对孩子产生一些好奇心 可能才能更好地帮助他 那下面呢 就谈一谈 与网络成眼过招 就是怎么样应对 应对呢 要注意 有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呢 就是因为网瘾是单纯的思想问题 就是贪玩 懒惰 这个 如果这么说人 你太贪玩了 你太懒惰了 我估计越说 这个孩子越往后退 越抵触 这个是 这是一个误区 第二个误区呢 就是 有时候认为网络 只是个心理出现问题 包括很多家长来了 说你给我孩子 做做心理治疗 但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我会谈 其实网络成癮 因为他背后 他要用它来调一些情绪 其实很多人 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有一些抑郁症啊 等等 就是有时候 包括到救生科就诊 他拒绝药物治疗 这也不对的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认为网瘾治疗 应该立竿见影 缺乏耐心和毅力 所以就是因为 他没有看到整个 我们说那个森林 所以他就说 哎 你恨不得 说你是专家 你跟我说 跟孩子说一下 他就好了 第四个误区呢 是认为网瘾是孩子的问题 家长无需参与 这个我刚才说了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影响 还是挺大的 第五个呢 就是认为借网瘾 就是禁止上网 采用一些极端做法 现在家长越来越难了 是吧 以前说是拔网线 摔电脑 现在人手一击 挺难的 第六个呢 就是认为网瘾是单一的问题 就是网瘾 就是这个层面的问题 他认为他这些人 不需要人格整合 其实这也是不全面的 那网瘾的治疗方法 从专业来说 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当然首选的是心理治疗 但我们刚才说了 也不要特别排斥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呢 大家都比较倾向心理治疗 但心理治疗也有 他网瘾青少年的一些特殊性 首先呢 就是缺乏求度的动机 我们说心理治疗 尤其个体心理治疗 一定患者本人 来访者本人 他有动机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家长经常带一个孩子来 就是说 你给我给他做做心理治疗 这是不可能做的 如果要做 那你就做家庭治疗还可以 也不能做个体治疗 因为这些人 我们说了 他之前的一个防疫机制啊 或者他计发获益啊等等 他其实他是不愿意调整 他的问题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患者缺乏对治疗过程 和目标的认识 他的认识就是说 你让我借网 我觉得我没有成网页 包括我们可能很多人 包括家长或者老师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困惑 但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和认识 不应该停留在症状上 应该停留在让这个人成长 这方面 第三个呢 就是患者缺乏对言语性治疗的兴趣 尤其一些孩子 你跟他说什么 他不是很理解的 就是这种谈话不太愿意 所以现在有些青少年 他会有一些砂盘啊 游戏啊 等一些治疗方法 第四个呢 就是患者缺乏对环境改变的可选择性 因为我们说这是个人群 青少年人群 他没有独立 他可能呢 他这家庭环境不良 父母亲子关系不好 这种呢 有的时候 他能 就是力量不够强的话 他很难摆脱家庭对他的影响 第五呢 就是患者缺乏治疗转变的稳定性 青少年 他本身特殊时期 而且这手机各种各样的APP 各种各样的网站 很容易诱惑他 所以其实 尤其是个体治疗 网瘾还治疗起来还是挺难的 心理治疗方法很多 在这里就是 给大家列一下 各种呢 每个治疗师可能有他不同的流派 包括也可以做个别家庭 甚至一些团体的治疗 我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因为我们一般做案例 不太 不把自己的案例提出来 这只是一个虚构的 14岁的一个男孩 我们叫他东东 症状表现呢 他是幼稚 心理发育比较小 都是一般网眼的人 尤其一些青少年 你会发现他比童年人都要 显得小 无论身体上 心理上都是要小 他是拒绝长大 非常恐惧 自卑 多疑 自怜 自怨 吹乏于人际交往的能力 他沉迷游戏 进舞团 我们去看看 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 会觉得 这个孩子 好难 好难 但我们去看他整个的成长经历 他七岁的时候 父母离异 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母亲不允许孩子和父亲相见 说你爸爸是个坏爸爸 他不要我们了 你没有这样的爸爸 你忘了他吧 经常离婚的时候 父母会用这种方法 把孩子拉到自己 这个 战线里头 然后呢 母亲跟孩子在一起 又觉得孩子很可怜 就非常过分地照顾他 父亲从小是养尊处优的 备受家庭溺爱 成婚后呢 也是责任心比较淡漠 工作懒惰 成日游宿好闲 只对运动和打牌感兴趣 我们说了 其实我们之前没有网络 但是会发现 有些家庭呢 这个爸爸 他可能之前玩别的 也是有自己的瘾的 并且有婚外恋 平常呢 对东东默不关心 极少陪孩子玩耍 但他脾气温和随意 从不大声喝止打骂 然后离婚后呢 父子俩偷偷相见 父亲觉得欠儿子的 有求必应 主要是物质上的满足 另外呢 就是这种离婚家庭 很容易就是 受到周围环境的子子点点 尤其小孩子 会互相有些排挤 然后这个东东呢 就希望有好友 因为我们说 每个人都有归属的需要 是吧 希望有友谊 希望被关注 然后他就突然发出怪声 故意捣乱 然后结果反而引起 老师的厌恶 同学的欺负 有的人是通过这种 来寻求关注的 他不懂 他以为这样 你们没给我关注 但至少给我关注 没有给我好的关注 但你们关注我了 我都很高兴 所以他就捣乱 但这样反而让别人 更厌恶他 那他的主要问题呢 就是单亲家庭 就是离婚 有父母处理不好的一个关系 让孩子有一种 被遗弃的感觉 然后母亲对父亲的过多的悲意 使孩子陷入矛盾和自责 我们说孩子是忠于父母双方的 如果母亲在中间挑拨 孩子会非常矛盾 然后父亲的负面榜样 以及在婚后对孩子补偿式的爱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相互依赖 使孩子发展滞后甚至倒退 他会往后退型 社会环境中被人歧视 和排挤的人际氛围 也让他有很多 很不好的感受 另外学校 有的时候学校老师 对孩子异常行为的 不适应应对 也是加重了一些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一个孩子的问题 他个人家庭 包括有时候社会 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那治疗策略呢 就对于这个孩子 其实是关注并理解孩子 我们不像说别人只看到说 怎么导弹呢 其实去关注和理解孩子 但不重容他的依赖 建议父母姥姥减轻 对东东的生活照顾 他已经14岁了 不能像一个 10岁之前的小孩子那样 照顾他 让他学会独立 母亲多和孩子沟通 然后母亲也要跟老师协商 争取老师的理解 虽然青春期到社会上 社会对他的影响也比较大 另外呢 父亲不要只给孩子 一个物质的满足 我们说父亲 你要是只给物质满足 你不是一个父亲的功能 父亲的功能是勇敢 自控力 规则 你要给他 父亲的一个引导 这种引导 前面就把这个案例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关于网络成癮 他不能只针对孩子 他可能要针对家庭 针对他周围的一个环境进行干预 那下面呢 我再提一下关于药物治疗 因为我本人是个医生嘛 并不是专门的心理治疗师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病人的一些极端情况 我们会用一些药 我们精神科呢 有抗医药啊 抗焦虑药啊 情绪稳定剂 抗精神病药等 这些经常也是用在网络成癮 有这方面问题的孩子 因为这些人 他其实有情绪问题 而情绪问题的人 他脑内 你产生这个情绪 它是跟你脑内的生物学变化 是有关的 与情绪有关的 像五腔色胺 去甲生天树 对八胺功能是紊乱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抗医药 抗焦虑药物的一些作用机制 吃这些药 确实能感觉改善情绪 我们经常很多患者质疑 我这情绪应该由我调整 你真的能调整我吗 那我跟大家说了 其实我们很多情绪是自己调整不了的 我们毕竟是一个生物学的人 您不是只活在思想界的 所以他实际上受生物学受限 包括你累的时候 你情绪不可能好 是吧 你饿的时候情绪也不可能好 这都说明他脑内 是有他的生物学基础的 那我们用一些对网络成员 给他一些抗医药物 可以改善情绪 然后他当他有情绪低的问题 好多人有情绪低落 动机不足等等 他不愿意求治 问题又卡来那 你说等着心理治疗 等着家庭改善 尤其现在比如他正在上学呢 他要这么改 他可能就退学了 但你要给他补充一些物质 他可能就像一个 组了一个拐杖一样 他可能继续完成血液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抗焦虑药 像大家知道的 什么安定类的药物 这些药它不是安眠药 它是安眠药 不单纯是 它实际上小剂量 是有抗焦虑作用的 对一些特别烦躁 失眠的人 心慌的人是可以 包括刚才说 大家说看那个视频 是惊恐障碍 其实是可以用这个药物 缓解焦虑的 然后情绪稳定剂 我们有些 网络成瘾的孩子 情绪不稳定 有人暴怒 发脾气 冲动 跟家人干账 这个 有时候控制不了的话 也可以拿药物条 举个例子 就是 17岁的一个男性 他是半年来 沉迷网络游戏 不愿上学 不与人交往 人与少 生活不规律 父母一劝说 那就发脾气 真的就是 到这个年龄 跟父母动手 如果特别的时候 他会那种暴力倾向 会比较明显 然后检查来的时候 他就说 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 我为什么上网 上网能让我心情好一点 其实有的时候 他们用网络 它在缓解情绪 就像大家有时候吸烟 或者什么的 其实是一种 自身给药行为 你于是那么做 那你为什么 不让医生帮你去 给你调一个药物呢 所以这样的患者 我们给他福西丁 就抗疫药 加一个情绪稳定剂 吃了 两周后 他情绪就好了 然后开始出门活动 服药一周 一个月以后就复学了 这个在临床上 还是挺常见的 所以就是 很多人说 哎 这个人怎么回事 但是他可能就是 有情绪的问题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 有些病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 精神病症症状 甚至有幻觉妄想的 也可以给一些 抗精神病药 这都是可以的 这个用药是非常个体化 但这里就是跟大家说 其实有些问题 是可以拿药物调整 下面呢 我谈谈家属的应对原则 也可能在座 如果是辅导老师 也可以参考 就是关于网络成瘾 就是一输不一堵 输倒不要堵 因为我们就特别反对 那种什么 把网线啊 摔电脑啊 摔手机啊 包括有的孩子上游戏厅上网 父母去赌啊 挨个游戏厅去找啊 我们要了解游戏 所代表的心理需要 寻找满足孩子需要的 这种替代方案 甚至父母也需要变化 就是网络成瘾 其实提示孩子的 就是他首先不成熟 另外他自控力不足 那这种孩子非常有可能 就是父母之前 孩子没在这方面培养 所以要去培养这个品质 你不要去限制 因为你不可能限制一时 不能限制一世 培养一个品质 需要花时间 花精力 而且一定要立足在培养上 这个词挺关键的 但很多家长特别习惯的 就去强烈控制 包办代替 你越这么做 孩子自控力会越被扼杀 然后他就躲在网络中 所以就培养 当你培养一个花 养个鱼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那你怎么样去培养 孩子的自控力 这是每个家长 要考虑的问题 那需求替代方案 需求替代方案 其实我们说网络成瘾者 或者沉迷的人 他们有很多他的需要 他现实中得不到 那我们去看看 我们怎么样去帮他 有的人的需求实际上是因为 他现实中缺乏成就感 那替代方案呢 就是可以给他学习 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的行为 给他提出一个最低的要求 让他能够达到 然后给予一些奖励 鼓励 在达到以后 再逐步提高要求 有些家长可能缺乏耐心 他就说 你一定要上到几楼 那我们说上楼梯的人 一步一个台阶 所以你可以才定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的目标 你不要给他说 你一定要上到几楼 是吧 类似的 那你给他学习上 你也可以他定一个 一步一步的目标 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这种环境 比如大家住楼房 包括休闲的这种场所 比较少 那实际上有些孩子 是缺少一些玩耍的方式 我们有说什么 以前是电脑保姆 现在是什么 iPad保姆 是吧 实际上这也 就是说 如果他是因为缺乏玩耍 他没有这个场所 或没有这个朋友 那我们就要帮他去 鼓励孩子 多出去和同伴一起玩耍 或者父母多和孩子 待在一起 很多青少年 现在青少年 或者独生子女 或者什么 他很多人说 我的内心我很孤独 所以这种呢 其实就是 可能现实中 创造这种条件 包括父母 你可能要多陪伴 第三个呢 有的常见的需求 就是现实生活中 缺乏友谊 无论是由于 场所的限制 或者现实中 大家比较排挤 他没有这种友谊的话 那可能在网络上 我们说网络游戏的话 大家是团队 有一些公众平台 那我们知道 他缺友谊的话 其实还是要鼓励 孩子在现实生活中 寻找友谊 家长帮助孩子 和其他伙伴 健身交往 是吧 你在虚拟中 建立的友谊 那都是虚拟的一个环境 你是在那个游戏中 建立的一个友谊 他并没有让你 不不会让孩子成长 然后还有的需求 就是实际上 这个孩子为什么玩游戏 我都跟你对抗 我知道玩游戏不好 你越不让我玩 我越玩 其实好多青少年 和父母之间青春期 有的时候 为什么斗得很激烈 就是为了证明 我和你不一样 这时候的替代方案 其实改善父母关系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可能比解决 上网游戏这个问题 更重要 你父母既然知道了 你就要往后退 我看到一些妈妈 都不行了 特别崩溃 还在说 你让他别玩游戏了 这时候你就退回去吧 他家长就不要往前冲了 这时候真的 其实亲子关系的改善 最重要 然后再有几个误区 也要再提示一下 就是 首先呢 是不是 有的时候就认为 因为我们说 其实网瘾的孩子 确实背后的问题太多了 很难调 会有感觉说 哎呀 网瘾的孩子 是不是都是 无可救药的坏孩子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大家听了我的讲 你知道他内在 他那个脆弱点 是吧 他那个需求 其实他们 他们并不可怕 他们也并不是 毫无前途的坏孩子 确实有一些极端的例子 包括有人猝死 包括有人出现一些 打架斗殴的行为 但也不要被吓坏 比如说父母特别紧张 我说了 你特别紧张的时候 你反而把孩子推到那个网络中去了 父母应对得当 采用科学的应对方式 其实这些人 他们是不成熟 可受性还是很强的 他在不同层面 还是有矫正的可能性的 这个他背后 这个环境对他影响很大 尤其父母 你不放弃 你认为孩子 你看到孩子好的那一面 其实孩子还是有 还是就有希望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只有到孩子不上学的时候 才觉得问题严重 我们的家长很习惯地说 哎呀 这孩子 我们就供他物质上的满足 其他的 他能上学就行 但某一天孩子不上学了 哎 怎么回事 父母特别愣 说我怎么就突然不上学了 是吧 但实际上呢 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呢 他心理和生理的变化 是非常微妙的 他这种状态 对他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父母 除了你去忙于工作 挣钱 学给孩子提供物资的满足以外 其实还是要跟孩子有这种沟通 了解孩子每天的这种 微妙的情绪变化 另外孩子好并不代表他一切都好 反之呢 成绩不好也不代表一无四处 就不能那么简单地看问题 然后误区之三呢 就是网瘾是孩子的问题 只要帮助孩子的问题就行了 那我们已经知道 网瘾不仅是孩子的问题 也是家庭的问题 网络的成瘾的孩子 亲原生家庭多多少少都是有问题的 孩子的改变和父母的改变是息息相关的 父母都要积极参与 并且反噬和改变 家长和孩子可能需要一起成长 下面呢就因为可能有些学生也在听 我就提一点关于网瘾的个人预防 就个人你要怎么做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就是不断地认识自我 修炼自我不断地探索 奋斗去完善的一个过程 努力培养成熟的心理品质 可以防止各种心理基地 包括网络成瘾 没有专门针对网络成瘾 他说你怎么防你 其实我们心理 就像我们身体好了 可以抗各种各样的病一样 你心理成熟了 你心理品质比较好 你可以抵抗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关于如何提高心理品质呢 就是这有几个大条 大家就因为每个细节展开都会很多 但是跟网络成瘾有关的 就是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说这个自我的认识 对自我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它影响了网络成瘾的发生发展 包括转规 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一定 每个人都要努力培养积极的自我认知 不是那种消极的 也不是那种在网络上那种虚假的 那是一个积极的 然后呢就是努力培养个人自尊自信 有的孩子真的就是 你为什么躲在网络中 他只要现实生活一无是处 包括这种人没有自尊 低自尊 低自信的人很容易出现抑郁的问题 第三个呢就是 努力培养有效的压力管理技巧 我们说压力 这个社会压力还是挺大的 网络这么方便 很容易我们说 哎呀 别的方法都太难了 那我就用网络来解决 因为很方便 很便利 这个不够 因为压力本身也是有很多的管理技巧的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努力培养有效的沟通技巧 很多这个 其实年轻人 他是想跟人沟通 但他不知道如何沟通 人只有在跟人交往的时候 他还能认识自己 他能了解自己 你想认识自己 不能在网络中 还得在现实中 所以你要是跟人交往 还得去看怎么样跟人去沟通 去掌握一些沟通技巧 第五个呢就是 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 一样这方面 因为现在时间 尤其手机 让我们有碎片化的阅读 等等 让你去刷各种抖音 视频 这个特别考验我们每个人 所以为什么 现在的社会 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 是非常大的考验 所以你要努力培养 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 把这些事情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这个安排好 否则你不安排好 那网络上来 就把你冲击 冲击垮了 最后呢就是 我教给大家一个 正念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经常是为 过去的事情 愧疚 遗憾 为未来的事情担忧 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事情还没有来 我们唯一掌控的就是当下 但是我们经常是没有活在当下 所以现在有个非常流行的一些心理啊 或者练习方法 就正念 它其实就是让我们活在当下 大家可以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慢慢地呼吸 慢慢地呼吸 关注你的呼吸 关注你胸部的起伏 慢慢地吸 慢慢地呼 关注你胸部的起伏 然后感受你的身体 感受你的头部 感受你的颈部 感受你的胸部 感受你的胸部 感受你的胳膊 感受你的腹部 感受你的下肢 感受你身体上的不舒服 慢慢地呼吸 让你身体的不舒服 能够慢慢放松下来 慢慢地呼吸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这种感觉 就是平常没有 有时要是平常可以 可以有时候刻意 找个时间去关注呼吸 这个就是那种 其实跟影响差不多 但它更强调就是说 你只是关注呼吸 关注你的身体 跟你身体做个连接 就活在当下 包括就是说 你可以带着这种正面的感觉 去做各种事情 可以去吃饭 可以去上厕所 可以做包括现在正面行走 正面进食 大家可以想想 你们现在大家有多少 就是几次全然投入在一件事情 是不是吃饭的时候看手机 上厕所的时候又干什么 是吧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正面 全然活在当下 所以呢就是 这种正面 大家练习正面 它可以 其实增加你的情绪管理能力 可以没事的时候练一练 那我们就是干预的意义 就是青少年网络成瘾 不是单纯的玩乐问题 对他们进行矫枝 家庭社会和青少年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样有利于状况的前面改善 我们还是要强调 就青少年具有较强的行为修复能力 它在家庭和专业人员的补导下 他们这种 这种自我修复能力 会帮助他们走出网络迷途 以上是跟大家的 刚才又正面练习 大家要聚着一下 那以上是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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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